七人倒七部烂片,赵本山徒弟被批,拉低导演门槛,霍霍师傅观众缘 2015年大鹏自导自演煎柄侠,好取票房11.59亿 作为赵本山的第53位徒弟,大鹏的成功让其他清传弟子心热了 之后,小沈阳,鸭蛋,宋小宝,宋小峰等七人先后出手导演电影,无意达到煎柄侠的票房,口碑更是一言难尽 其中七部被批为烂片 小沈阳筹备了猛虫过江,请来金世杰,潘斌龙,肖央等一大票明星助阵 票房尚可,口碑极其拉胯,被纸段子低俗,演技浮夸,剧情随意 2018年,与同为赵本山徒弟的王金龙离婚后的鸭蛋导演了玄幻动作片《伏魔技工》 最终累计分账只有可怜的195万 鸭蛋的惨败,没能阻挡赵本山第22个徒弟杨树林,窘途夺宝和东北齐远远不及他的小品 2017年,宋小宝自导自演发财日记,最终在多个网络平台点映播出 好在结局不错,一个月内单个平台播放量就达2亿,收益惊人 唏嘘的是,这已经是赵本山徒弟转型电影导演中评分最高的一位了 愿这些优秀的小品演员们能拿出像小品一样优秀的作品吧